当运动员遇到观众当面呛瞎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网球世界球王Daniel Medvedev可咽不下这口气哦 当他打完比赛要离开球场时 一个球迷呛他是输家loser 他立刻回头找这位球迷还走到他的面前 质问他你刚刚说了什么 而这段画面流传开来之后 有人认为没走不应该跟球迷计较 但大多数的人还是觉得这位球迷很没礼貌 打完比赛要离开在平常也不过的场景 直到有一个不长眼的球迷踩到地雷 网球世界球王Daniel Medvedev走向一名球迷 看起来脸色相当不开心 原来就是因为刚刚要离开时听到了这句话 用走到一半的他一个大回转 上前就要跟这名球迷来理论 梅总说他平常也不是这么注意 或是在乎周围的人喊了什么 坦言自己可能是因为刚刚输球 有点情绪 但酸民的教育不能等 这是Medvedev参加罗杰斯杯的时候 而当时淘汰他的澳洲坏小子 Micky Rose 发文相挺 表示这名球迷的行为令人厌恶 不尊重球员 华日新闻陈一伟 林一文报导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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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